至于在追查涉嫌滥权监听的部分 法务部的调查小组也正式运作了 从外部找来跟里面的人总共有11位委员 上午已经初步沟通 确立国会监听会列为优先处理 法务部调查小组成军 召集员就是新任次长蔡碧玉 抠风很紧密 毕竟一上任就扛下调查滥权监听的任务 我们有没有一个时程表 大概一个月内或几个 没有 没有没有我们只能说尽快 我们尽快而且委员的时间我们要敲 那这些委员都很帮忙 连晚上的时间都冤析 部长查续焦点也放在监听调查 罗英雪表示目前没有时间表 但是要怎么查方向范围和方法没有给答案 而外界质疑在没有法员依据下 只要检察官坚持侦查不公开 要阅卷调查恐怕有难度 甚至调查的层级难到哪 总长黄世民甚至是总统马英九会不会被约寻 调查小组究竟有多大魄力 今天早上就开始进行 从早上一直开到刚刚没多久前才结束 而且我们这才集中审理的方式嘛 部长态度很乐观 但有小组成员私下忧心 会不会最后自己像是橡皮图章图具行事 事实上调查小组成立就是要密集查案 但能做到哪还没给外界一个答案 倒是新任部长丢出了这么一个插曲 希望未来也许不知道多久台湾能够废除死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死刑在一个社会里面 它的影响我自己感觉是不好 因为我自己是个活教徒 死刑废不废当然不是部长说了算 必须尊重民意共识 但当前各界更关心的是 调查小组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还原 监听真相TVB的新闻综合报道